随着娱乐圈的门槛越来越低,近些年,圈中横空出现很多小鲜肉和流量组合,他们企图通过自己短暂的爆火,来将自己打造成一位巨星,以此来获得更大的商业价值赚取财富。 然而,在这些尊名逐利的流量艺人中,也有一些人能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,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,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肖战。肖战作为一名选秀出道的艺人,他与同时期很多同样出道的人,有着本质上的不同。 在很多人印象中,这些选秀出道的艺人,在混个脸熟之后,不是街戏,上综艺就是出专辑,基本上都是想着怎么样能够趁着热度和偶像人设大捞一把,管他以后会是怎么样。 而在这波浪潮中,凭借陈情令中魏无羡一绝站稳脚跟的肖战,他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艺人,不过他成名之后,并没有像王一博、蔡徐坤等人那样发展,而是始终保持头脑清醒。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,即便是去年因为部分粉丝的过激行为,导致肖战的形象一度坍塌,但他却没有在这股浪潮中被击垮,反而今年还官宣自己即将出演话剧《如梦之梦》,且饰演的角色,也是之前胡歌曾扮演过的。 如果之前大家对于肖战的印象,始终停留在流量艺人的层面,那么往后,我们就应该用实力派演员来形容他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,将流量艺人只能靠颜值吃饭的遮羞布给撕了下来,是一位值得追捧的人气偶像。 那么问题来了,他的某些一言难尽的粉丝,配得上这么努力,且上进的优质偶像吗?